为了私下行人定义标签 针对汽骑车驾驶人 交通部寄出铁腕 为了让行人开罚三千六百元 但针对行人用路环境要改善 背后的真相是 路口改善工程是首要之物 但埋在我们看不到的地下电缆线 错综复杂 光是统整这些线路 少说得花六个月到一年 谈到这个港线地下话 其实它必须相当多的机关来协助 第一个 我架空线路可以埋管 但是我的设备没办法再埋在地下 所以第一个 用地的取得非常重要 我们都会邀请 那个道路机关机关出来 第一个就是 那个土地所有权人 民意代表 但要整合也不是简单的事 是要店家 民宅 地主的同意 谁会希望自家被挖一个洞 一个管线工程就要牵扯众多单位 更不用说原本的都市规划 就不是以人为本 因此改善行人用路环境 营建署分成短期 跟长期方面着手 以台北市中小动路来说 几乎都改成这种悬挂式智慧公车亭 让乘客有空间等公车 人行道也拓宽翻新 电箱移到内侧 不打扰到行走动线 路口改善计划就包括行川线退缩 那个岛头的加大 然后还有把整个的路口的 号字化做庇护岛 出来车网的路口 再加上行人率的秒数过短 这时庇护岛就派上用场 台北圣岛寺附近的这个公车站排前 新增这块人行道 让上刹车的旅客方便许多 除了改善行人空间 营建署也着手移除机车阁 增加连续值栽带 除了台北 台南则是家常学童安全 改善通学步道 让孩子不用再与车针道 新竹县的路口也将行川线退缩 增设庇护岛 自行车穿越道及指引标志 桃园市的路口 则将路口人行道扩大 新增庇护岛安全停等空间 总计营建署从去年累积至今 已完成809处的路口改善工程 跟改善前三年的事故相比 完工前每年平均7.58件 完成后每年平均4.52件 登记发现事故案件 显出下降40% 接下来营建署目标 要放在长期 除了要努力征求地上所有权人的同意外 还要协调各地方政府 台电电信公司等单位 目标越快越好 要全面摆脱行人地域的负面形象 并非只是驾驶人的责任 而是需要全台湾动起来